火烧靖国神策还能全身而退 日本人叫嚣着要对刘强进行全球痛击 结果连他一根汗毛都没碰到 刘强这次的行动让日本丢尽了颜面 但是面对被中韩两国轮流保护的刘强 日本没有任何办法 在刘强曾经放出的一段录像中 他站在靖国神策的门口 大声地说着心似军必胜 并且现场唱了一段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喊剧 当时这一段视频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 大家只是觉得 刘强是一个普通的爱国青年而已 可是在视频中 刘强的一句话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刘强在视频中说 自己的祖父是新四军抗日英雄 十六旅四十八团团长刘别生 刘别生这个名字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因为当时的四十八团有一个别称 老虎团 因为当时在刘别生的带领下 四十八团能手能工 作战十分的勇猛 就像是下山蒙土一般 到了后来鬼子只要听到四十八团的名字 甚至会立即撤退 如果说刘强说的是真的 那么他也是一个叫门之后 遗憾的是 在那个时候并没有人去追究这个视频的真假 而当刘强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 就是他火烧禁国神策的时候 在2011年的12月26日 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出信在报纸上 日本禁国神策遭遇大火焚烧 目前纵火者已经逃到韩国 这个时候人们还没意识到 这是刘强的作为 就连日本人也认为 做出这件事情的一定是韩国人 可是就在日本试图和韩国交涉的时候 刘强却突然发表声明 表示自己就是火烧禁国神策的人 而且自己也不是什么韩国人 自己是中国人 刘强的这份声明 可谓是一时激起千层了 此时的刘强虽然还在韩国 但是他的名字就像一场飓风 席卷了中国的大街小巷 一时间 民族英雄 抗日急先锋 这样的称号 如同雪花一样飞向了刘强 而那一段拍摄于2006年的视频 也被人重新翻了出来 不少人认为 刘强火烧禁国神策这件事 早在2006年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计划了 并且认为这个视频就是证据 可是实际上2006年的刘强 并没有想到火烧禁国神策的这个事情 当时的刘强 其实对于日本并没有太大的恶意 如果用刘强自己的话来说 他看待日本人一直使用的是两分法 什么是两分法 在刘强这里 他对日本普通的老百姓并没有仇恨 并且他认为日本的文化很有魅力 但是对于日本的军国主义者 他极端的痛恨 而刘强有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 还记得刘强的祖父吗 那个抗日英雄 在祖父的影响下 刘强对于日本在我国犯下的罪行 有着比常人更深刻的理解 不过即使这样 刘强从小受到的教育 也并不是一味的仇恨日本 他的父母曾经也看出了 刘强对于日本的仇恨 但是对于一个小孩来说 仇恨并不是一件好事 刘强的父母告诉他 曾经日本对我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但是我们不应该迁怒于普通人 对于那些普通人 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而那些军国主义分子 我们不能忘了他们犯下的罪行 这个想法几乎贯穿了刘强的人生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刘强渐渐的开始对日本的文化感兴趣 为了了解更多的东西 刘强到了一个日语的培训班 试图用这样的方式去了解日本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当时日本在极力的否认 曾经的慰安妇制度 他们想要用这样的方式 去掩盖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 日本的这个行为 遭到了我国和韩国的强烈抵制 因为当年的慰安妇制度 给中韩两国带来了巨大的冲伤 也是日本犯下罪行的重要证据 刘强的祖母在电视上得知了这件事情 于是刘强听到了一段 自己从来都没有听过的故事 刘强知道自己的祖母是朝鲜族人 可是他从没有听过自己的祖母 讲以前的事情 这是第一次 刘强的祖母其实是一个韩国人 但是战争的时候 日本侵略者当着他的面 杀死了他的父母 然后将他带到了慰安所 就这样 刘强的祖母成为了一名慰安妇 这段时间的回忆 成了刘强祖母心里的一个家 每次解开都会连皮带肉一起掀开 可是看着日本无耻的样子 刘强的祖母还是将这一段事情讲了出来 在知道了祖母的事情之后 刘强沉默了很久 他没想到 看起来一向乐观的祖母 还有一段这样的往事 但是他记得祖母曾经说的一句话 他想要等一句道歉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日本人不仅不道歉 甚至还想抹去这段过句 刘强在身体中 潜伏在血液最深处的仇恨 再次被唤醒 刘强火烧建国神策这件事情 就像是一个响亮的巴掌一样 打在了日本的脸上 这一把火点燃了建国神策 也点燃了中韩人民对于日本的愤恨 从来没有人想到 日本竟然敢以火烧建国神策的名义 通缉刘强 如果说对日本仇恨最大的人 刘强一定要有姓名 他的祖父三十多岁就被日军杀害 祖母更是为安妇制度的受害者 可是即使有如此之大的仇恨 刘强并没有一开始就选择报复日本 因为他从小接受的教育 不允许他这么做 当时在建国神策门口录制视频的时候 是刘强第一次去日本 那个时候的刘强 一直对日本的文化比较感兴趣 他这次到日本 就是为了感受一下日本的文化 事实上 对于这次的行程 刘强还是比较满意的 在这里 他看到了很多普普通通的日本人 他们对于当年犯下的罪行的军国主义分子 也十分的愤怒 但是刘强也知道 在日本不仅仅反战分子 也有军国主义分子 所以他去了建国神策 他要去看看日本最深处的邪恶 这次的日本之行很快就结束了 这也更加坚定 刘强用两分法看日本的做法 后来 刘强考取了心理咨询师的证书 2008年的时候 汶川地震 刘强第一时间奔赴灾区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次 刘强看到了灾区给人们带来的创伤 所以在2001年 日本大地震之后 刘强义无反顾的以志愿者的身份 抵达了日本 他想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那些人 可是 此时刘强的日语水平已经退步了很多 所以按照要求 刘强被分到了一个合格山线的 一个日语培训班学习 在这里的 还有其他地方的志愿者 其中包括了韩国 中国 台湾 以及美国的志愿者 可是在课堂上 那些老师对于韩国 中国 台湾 以及美国的志愿者 都十分的客气 唯独对中国的志愿者恶语相向 还总是一副 看不起我们的样子 刘强一直都看不惯这个老师 有一天 他终于忍不住了 在老师做出无理要求的时候 他要求这个老师道歉 面对刘强的要求 这个日本人傲慢地表示 自己没有道歉的理由 但是刘强的接下来的话 让他变了脸色 刘强问这个老师 是不是合格山人 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之后 刘强说道 那老师的先辈 应该也有六十一军的人吧 合格山在日本 也可以称得上是古老 当时日军的六十一军的 驻扎地就是这里 现在生活在这里的人 大部分都是六十一军的后人 他们的祖上 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 他们十分清楚 但是对于这些罪行 他们没有丝毫地回过 这个老师也是憋红了脸 才说出了一句 那只不过是战争而已 可是在课堂上 这样的事情 发生了不止一次 终于刘强被赶出了培训班 离开了培训班的刘强 开始救助灾民 在这个过程中 刘强认识了不少 性格友善的日本人 还和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其中 步伐和刘强 差不多一般大的姑娘 刘强也没想到 正是其中的一个姑娘 让他做出了之后 火烧敬国神策的重剧 刘强在日本 做了将近一年的志愿者 就在刘强想要回国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一条新闻 2001年的时候 韩国总统提出 要日本解决未安妇的问题 但是日本人 却对这个制度 再次识口否认 并且强硬地拒绝了 韩国总统的提议 日本的态度 让刘强十分的恼怒 独母道去世 都没有等到一句道歉 现在 日本还识口否认这件事 刘强跟几个日本朋友商量 要在禁国神策的墙上 用油漆写上几个大字 来表示自己的抗议 宣泄自己的愤怒 可是这个时候 一个小姑娘 却质问刘强 是不是一个男人 并且表示 还不如直接一把火 烧了禁国神策 刘强当期 就采纳了这个提议 并且开始了自己的筹备工作 刘强在之后的几天中 数次前往禁国神策 摸清楚了所有的道路 并且提前预定好了机票和车辆 在12月26日这天凌晨 刘强带着从隔壁城市 带来的汽油 来到了禁国神策的门口 一把火烧了禁国神策 会怎么样 刘强的经历告诉我们 只要你赶快离开日本 就会有人保你平安 在2001年的12月26日凌晨4点 刘强动手了 用他的话说 之所以选择4点 是因为纪念自己爷爷 曾经的新四军部队 在将数个燃烧瓶 丢向了禁国神策之后 大火熊熊的燃烧了起来 在日本的警察赶到之前 刘强就先一步撤离了 不过因为过于紧张 所以录下来整个过程的摄像机 被落在了现场 可是 等日本警方知道这件事情 是谁干的时候 刘强已经来到了韩国 但是此时的韩国 并不知道刘强 就是烧了禁国神色的壮士 他们还跟着日本的报道 在询问国内 是哪个猛人做了这件事呢 眼看大家都以为 这是韩国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 刘强站了出来 表示是自己做的 而且自己是中国人 可是很明显 当时没有人相信 按照一般人的逻辑 干了这件事早就跑路了 还站出来承认 眼看大家都不相信 刘强直接来到了日本 驻韩大使馆的门前 又放了一把火 这下所有人都相信了 一定是这个哥们干的 至于刘强 做这件事的目的也很简单 当时韩国举国上下 都在反对日本 参败禁国神策 这个时候 只要站出来承认 那么在舆论的压力下 韩国一定不会将自己交给日本 事实证明 刘强的做法是正确的 在得知了刘强 就是火烧禁国神策的人之后 韩国 韩国民众 以及日本的反应各不相同 韩国立即逮捕了刘强 但是也并没有为难刘强 日本态度强硬 要求立即将刘强引渡到日本 并且声称 如果不将刘强引渡到日本 将严重伤害日韩之间的关系 韩国民众组团抗议 要求韩国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 与此同时 中方要求将刘强引渡回国 面对这样的局势 韩国方面表示自己很为难 终于在一段时间的斟酌之后 韩国方面表示 自己将在首尔等法院 对刘强进行公审 然后依据审判结果 决定刘强的去向 然后在庭审当天 刘强的辩护律师团出场了 其中有前任首尔 中央地方检察长 首尔法务研修院院长 林东兴 前首尔高等法院 法官林英球 这两位重量级人物 连绝登场为刘强辩护 直接导致了一灭倒的局面 最终刘强被判决引渡回国 对此日本方面大为恼火 可是就在他们提出抗议的时候 刘强已经回到了中国 这个时候日本也知道 自己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中韩两国轮流保护刘强 他日本就算是 请自己的大爹过来 也无济于事 而刘强在回国之后 依旧没有停止自己的抗议 他要用自己的行动 为自己的祖母 为全体中国人 讨回那个应得的道歉